所以我覺得汪女士讓我們感動母愛的偉大 今天母親節高市政從103點開始 就選擇各個優秀的母親分成不同類別 我們今天特別跟社會局一起來 親自到齊兵國中來頒這個獎 報導尤其是之前說520正面對決 這個完全就是空穴來風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麼確實有一些好朋友們他會有一種焦慮感 所以不斷的詢問說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 來面對這樣的政治運動 那麼市長當時都不斷的強調 因為14、15是我們高雄市議會的定期會 所以要專心的準備相關的我們講說 防疫報告、紓困報告以及市政報告 所以這樣的一個日期大約就會到18、19左右 所以市長的態度就是說 現在就是要專心先準備市政防疫跟紓困 至於政治的東西呢 現在這樣不做考慮 但是就被自動引申為是在520 甚至有說要跟蔡總統正面對決 這樣子的一個不實的謠言跟傳聞 所以我們在這邊要再次澄清這完全是子虛烏有 那麼既然這是子虛烏有的事情呢 那麼後面所講的這些包括黨主席這些討論 都是建立在一個子虛烏有的傳言之上 那自然在邏輯上就不會存在 所以呢沒有討論的價值 那這樣子的一種類似有點帶風向的 這樣子的一種報導出來呢 那我們認為也有可能是故意要在關鍵時刻呢 破壞藍營內部團結 所以呢不值得做評論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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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李博